然后我把我手机拿了一下 然后咱们就先说这个事吧 然后一会儿再说你那个地名 我们还是先要把我的数据导进来吧 那这回啊就是我们不实际的自己训练了 因为如果说自己去训练啊 它这个效果可能会偏低的 因为你的一个语调库啊是没有那么大的 在这里呢我们直接啊 把人家训练好的一个握手图摆腿模型拿过来 咱们自己怎么训练模型 咱们上一课给大家演示过了吧 只不过说这节课啊 我们直接把人家的模型 就是一个点NPY的格式啊 保存了一个成南排NDR6的一个格式 在这个格式当中啊 其实网上啊 它这个版本是比较多的 300维的就是谷歌啊 它当中就是谷歌 它是训练了一个比较大的 它之前啊是怎么说的 它那个语调库大到爆炸的一个语调库 然后呢每一个词啊 是咱们的一个300维的一个向量 但是啊这样的一个300维啊 对我来说好像太大了 咱们用笔记本去跑这个模型 有点慢啊 基本上跑起来会很飞 很吃力很卡的 所以说呢在这里啊 我又找了另外的一个 也是啊就是人家训练好的一个World2S的模型 只不过说呢 它这里边稍微精简了一些啊 大概只有各式各式百千万 十万啊四十万个词 每一个词啊维度只有五十 这样呢我的一个数据啊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数据了 非常小的一个数据啊 非常方便啊 便给大家进一个训练啊 咱们只需要 嗯不能说分分钟吧啊 几十分钟 基本上就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啊 还是能够给它跑起来的 然后呢咱们要做的一个流程啊 我把这个再放大一些 哇这回看着大多了 然后这回呢 首先啊咱们还是把我们的numpad导进来吧 然后呢之前啊我这个数据啊 最后到时候都会发给大家 我们是有一个wordlist.mpy就是我们把我的一个要读取的一个vector和我的这样一个词 它的一个就是id映射啊都给它保存下来了 到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在本地当中把这样一个对应的结构给它加载进来就可以了啊 加进来之后 我给打印一下啊我们当前把这个东西漏进来了 然后呢我的wordlist是什么啊 我的一个wordlist啊 它就是我的一个映射 它的一个映射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词啊 比如说啊 id这个词映射0 择这个词映射1啊 und这个词映射2啊 每个词有对应的它的一个id的一个index的一个映射啊 这是我的一个wordlist 然后wordwriter呢 wordwriter啊就实际的一个向量吧 我们来看啊 它的一个.shape打印完了之后的一个结构是什么啊 the.shape打印完了一个结果就是咱们的一个40万乘上一个50吧 这个就是我打印完的一个结果啊 我的一个词向量 它的一个维度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怎么用啊 这个在我的wordlist当中 我只需要去点index一下啊 把我的一个 比如说啊 我把我的一个bass bass 这样一个baseball传进来 然后呢 它反为什么 返回的是我的一个index值吧 再把我的一个index值传到我的wordwriter当中 它就会找出来这样的一个向量 那打印出来啊 这是不就是南派的一个index rig是吗 然后它就是它的一些啊 一系列的一个像 就是一系列的它的一个值是什么啊 它的一个长度是等于50的啊 就这么多个值 这就是我的一个向量 那现在啊 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向量啊 有了向量之后 我第一步是要 就是我的一个输入什么啊 我的一个输入是一个句子啊 我要把一个句子转换成啊 都是用向量进行一个表示的 然后呢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有这样一句话 然后我这么一句话 怎么样可以它转换成一个向量啊 在tune for当中啊 已经给我们实现好了一个 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函数啊 咱们来看一下 正常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去做啊 是不是要把我们当前这样一句话 给它转换成它的一个id映射啊 我来看吧 比如说上面这样一句话啊 什么什么啊 不说了 把这个话当中每一个词都传进来 相当于什么 把我的每一个词都去找了它的一个映射值吧 找出来一个映射值之后 得出来什么 得出来的就是啊 比如说第一个词 i映射完的一个id index是42 第二呢 804 然后每一个词 它都有对应的一个index值 那后面怎么又出零了 出零的意思啊 就表示着 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最大长度了 比如说 咱们现在有一些话 刚才不给大家画了一个图吗 咱们的一个图当中啊 我这个句子是有长有短的 所以说我要统一一个大小吧 要统一一个大小啊 你就需要指定啊 它最大的一个长度是多大 超过的 你要进行一个给它节选啊 不够的 你要给它进行一个填充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措施 比如说怎么填充呢 我们用零来进行填充啊 那抄了走吧 抄了咱们可以直接后面抄的就不要了 或者说 再做一些其他处理啊 也都可以的 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什么事啊 这件事啊 就是tunceflow啊 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函数啊 这样一个embeding的一个lookup 它的一个lookup是什么意思啊 就相当于是 让我们去找这样一个向量 它是什么 比如说 我来看吧 我输入了一个序列啊 比如说就是这样一句话 不到十个单词吧 然后呢 第一步转成我的一个ID映射了吧 有了一个ID映射 是不是每一个ID都能够映射成 它的一个向量啊 所以说呢 我现在需要咱们这样一个 在我的这个词对应表当中去找啊 当前这个index值对应的一个向量是什么 那怎么样高效的完成这个事呢 tunceflow啊 给我们实现了啊 这样的一个函数 我们直接用啊 摩托架这个函数 就可以帮我找到啊 上面传进来的 这样一个序列啊 它的一个index值对应的一个vector值是等于什么的 那最后呢 我们是不是得到了啊 咱们的一个sequence的一个vector啊 它是长度的嘛 50乘上50乘上一个50的吧 一共有10个词啊 每个词它都是一个50为的 这样呢 我就把一个句子的向量给它拿到手了 然后咱们来看吧 我的一个输出数据是什么 一个10乘50的一个矩阵 怎么去做这样一个事呢 我们就用啊tunceflow的一个这样的一个lookup函数 然后啊 在这里 它传什么 把我们的一个word vectors 这是我的下面这个是word vectors吧 这是我的一个输入 这是我的第一个算数 第二个算数呢 我的一个sentence吧 sentence啊 是选转换好的 咱们这样一个index的一个映射 这里啊 就是我的一个输入啊 我的一个输入 在上面都给大家画出来了 这就是我两个输入是什么 然后呢 我给它啊 打印出来 我们来看 它就是一个10乘50的吧 这样啊 就可以把咱们当前的 一句话给它转换成了 就是用相调啊 的一个维度 怎么样进行一个转换 然后啊 来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数据吧 我们数据啊 是用了非常经典的一个imdb的一个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当中啊 它是包含了25000条的一个电影数据 然后呢 一万啊 就是一半一半啊 一半是咱们的一个机极的 一半是一个消极的 这些文件啊 都存在咱们的一个文档当中啊 这个我就数据 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反正都是一些英文的 到时候我会把这些数据发给大家啊 到时候大家就自己的愿意看 也可以自己去看 不愿看 咱们就直接拿它去建模啊 也是可以的 在这里啊 就是我做一件事啊 咱们去 把我的一个词 进行一个切分吧 转换成一个lis啊 lis里边都是每一个每一个词 其实很简单啊 作业什么事啊 readline 读取咱们当前一条 然后呢 把这样一条 sweet一下啊 默认就是按照空格 进行一个分割嘛 把我当分割完之后啊 每一个词 再给它拿进来啊 就可以了 就做了这么一件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啊 然后来看一下吧 我的一个 我在这儿 还进行了一个统计啊 统计完之后就是 我所有的一个单词的一个 总的文档数啊 是有两万五千个 所有的一个单词数啊 是有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啊 大概一共是有五百多万个词 然后呢 我就算了一下 就是因为一会儿 我们指定什么 一会儿要指定的 就是一个max的一个值吧 咱们指定啊 每篇文档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长度 那我这个最大长度 指定成什么 比较合适啊 是不是说 咱们指定成一个适中的 什么适中啊 哪些值啊 就是多大长度的 出现越多 我可能认为 这个值是越常见的 是越适中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先是算了一下 咱们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值 大概是有二百多个 这个还不太直观 我们还可以画啊 非常简单 我们用这个matplot啊 去画这样一个图 也是可以的 画这样一个图啊 我们就来看吧 在我图当中 就是横轴啊 是我咱们的一个句子 它最大的一个长度 纵轴呢 就是说啊 对应于当前的这个长度 一共啊 是有多少篇 咱们的一个评论数据 在这里啊 我大概看了一下呀 二百的时候 哎 这个二百 然后前面可能是一个一百五 一百五到二百多一点 说比较多 那这里啊 二百五十之后的 可能就稍小一些 三百四百啊 甚至五六百啊 就越来越小了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要大概一看 可能就是 从这个图当中 我认为二百五的是更多一些的 大于二百五的比较少 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二百五左边的 所以说呢 我可以取啊 咱们的一个句子的最大长度 暂时啊 我给它认为啊 它是一个二百五的 然后呢 我给它指定了一个 咱们最大长度啊 就是等于一个二百五的 然后在这块啊 我就要做咱们的一个转换了 其实在这块啊 我们要去做一些预处理的操作 这些预处理的操作啊 跟之前咱们讲的都是差不多的吧 我们要干什么啊 删除标点符号啊 去听词啊 做一些 做一些删减 是吧 这些啊 就是通常情况下 我们的一个语调数据拿回之后啊 我们都是需要先去处理啊 处理完之后 再去构建能模型 再调参啊 再做一些其他事情 那这些啊 因为跟之前讲的都一样 就不给大家再重复说了 就是做咱们的一个数据清洗的一个操作 那做完这块啊 数据清洗 咱们就不说了 数据清洗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我当前的一句话 给它转换成一个引带的值吧 转换成引带的值后啊 这就是我的引带的值 里边呢 上面是我的一系列的一个数值 下面呢 是我的一个引带啊 下面就是为什么会天出一些顶啊 这块相当于我做了一个填充吧 就是如果说啊 这个句子是没有达到250的 我拿0给它进行一个值的填充 大于250的啊 在这里我做的比较简单 就直接给它去掉了 然后呢 你还要做一个保守游措施啊 这块看 为什么要做一个try accept啊 就是说 当你做这样一个词去找的时候 没准你的一个数据啊 因为咱们拿到的数据 可能就是 可能你没 你建模的数据 和你拿到的数据还不一样 所以就是你做那个word to letter的数据 和你当前啊 要分类的数据还不一样 那可能在你当前分类数据当中 有一些异常值 或者说有一些偏僻值 是在原理数据当中没有的 但没有怎么办啊 这块啊 我们需要还指定一个额外的一个指标 比如说我指定一个数值 这样一个引带的值 就单独表示啊 这个值 这个数字 这个数值 在我的那个word to vector 那个印象表当中啊 是不存在的 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unload的一个值 这个需要我们指定 try accept 如果说你不写啊 你这次代码啊 你就会发现 跑一跑 突然就给你报错啊 一个词是不存在的 然后你看这个词 这个词竟然是个标点符号 可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东西 由于种种种种原因啊 你没有给它去掉 导致了一个错误 最后最好啊 咱们加上这样一个东西啊 保证你的代码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然后呢 这块就做了咱们的一个映射啊 映射完之后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按照同样的方式啊 要处理啊 接下来的25000条的一个评论数据啊 那这25000条数据啊 同样的方式 只不过说 我要写一个循环 学习当中啊 要迭代这么多次 这么多次 我们迭代结果什么 我得到的结果 肯定是一个25000乘以250的一个矩阵吧 但是呢 这个矩阵啊 它做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慢的一个过程 在这里啊 把第二代码给大家注释料了 如果说想自己的去做这样一个矩阵啊 我们可以自己去做 你自己去 就是大家完全可以啊 就是按照自己训练出来的 World2Vector那个格式 去做啊 我们自己的一个磁像量 如果说你不自己想做呢 就要用这样一个线程的 我们直接拿到这样一个线程的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你做完之后啊 你可以把当前的你做完的一个结果 我们来看 这块什么啊 这块有一个numpy.save吧 numpy.save啊 我们就可以用当前的 就是你做好的一个结果 我把我当前做好的一个结果啊 给它存进来 也是可以的 保存下来啊 它就是一个NPY的一个值 那这一块呢 由于上面这个代码 它是比较耗时的 因为我们要处理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这个啊 它的一个效率还是稍微低一些的 因为我们必定要把这个数据处理嘛 如果说你是用一个笔记本啊 没有太高的性能 怎么办呢 最好啊 我们直接给它numpy.save点load一下 这个numpy.save也会创业大家啊 就是我们直接把这样一个 做好的映射拿过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做好啊 我们这样的一个ID的一个映射啊 拿过来不就完事了吗 这就是做好啊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